這個是Python的第21關影片 就是最後一關了 我這關在講的都是跟 檔案的輸入輸出有關 所以我們以前用的那種 輸入輸出都是要用手打的 就是可能會有什麼roll input 或是 或是print 如果是roll input就是要用鍵盤打 那如果是print的話它就是顯示在螢幕上 那如果有這個file的話 它就可以從一個檔案 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它的output就可以 放到一個file裡面 所以到時候可以用你的即時本把它打開來看 那剛剛說的這個東西就是要file.io 那這個file是怎麼存取的 是 作業系統會負責幫Python做這件事 Python只要負責 跟作業系統說 你要去幫我從哪個檔案 讀東西過來 或是去幫我在哪裡寫一個東西進去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open 或者是write來決定的 然後這個介面是長這樣 這是你的code 然後右邊就是output這個檔 這個txt 它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邊的話 就直接跑就好了 所以它的結果是 這樣子 它是印出這個 mylist是一個 comprehensive list 所以它這樣 是一個list comprehension 所以這個東西弄出來以後 它就會自己出來一個list 然後裡面是這個 這些數字的平方 然後接下來它用一個f 等於open 這個東西 這個就跟作業系統 跟它說我要開一個檔案 它叫做output.txt 那這個w就是write的意思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mylist裡面的東西 把它寫到f裡面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邊寫完以後 最後要close 就跟作業系統說我做完了 因為有時候這個檔案還是 會寫到記憶體 為了加速 那你要下這個指令以後 才會確定把這個檔案寫到你的印點裡面 然後第一個要做的 這邊 第一個練習就是要用這個open function 所以就是f等於open 這樣子照的大就好 那這邊在做的事情 它這邊都有講 它就是要開一個output 然後它是可以寫的 然後最後這個東西 會被sign到一個f 它叫 這邊叫做一個file的object 那有些人會說這個叫做 handle 就是一個file handle 就是好像一根八手 你有這個handle 你才可以知道這個檔案在哪邊 然後去靠這個handle去操作這個檔案 所以這樣子就 這是立體 喔 喔 不能直接操 因為它這邊要做的是myfile 所以這個不是f 這是myfile 然後myfile它最後要傳一個叫做r加 r加就是read的意思 然後加就是write 就是又可以讀又可以寫 這一題就是這樣子 然後要寫檔案的話就是 那個object 就是myfile這是一個object 然後點write write是它裡面的一個method 所以你現在就要做件事情就可以把檔案寫進去 那最後就是要close close我剛剛說 就是它有可能在你的memory 或是某些奇怪的地方 就是為了速度而做的一些改進 那這是作業系統會做的事 那你最後要把它 記得就是要把它close 那確定這個檔案會寫到硬碟裡面去 所以這邊要做的事情是要把mylist裡面的東西都把它跑過一遍 所以 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myfile.write 把i都寫進去 好 然後 它這邊說 記得要把這個 東西要 改成stream 因為這個i是整數 你要是直接把i寫進去可能會出 出現亂碼 然後最後還有你加上一個斜線n 這斜線n 我們好像沒有講過 就是斜線n它的意思就是換行 就是其實這個 在這個尾巴都有一個東西叫斜線n 那其實是人眼不會 電腦會把它藏起來 那他看到這個東西他就知道 接下來就要換行了 所以這個檔案其實是 一般的檔案其實就是一個藏藏的東西 就是mylist 然後等於 然後空白等於空白 然後這樣這樣這樣 但在這邊會有一個斜線n 然後這裡也會有一個斜線n 所以最後你這個編輯器打開的時候 他就知道 看到斜線n 要把接下來的東西 換一行再顯示 那這個斜線n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最後他就希望 你就要把這個 斜線n加進去 這樣子的話 你的東西就會 印一個換一行 印一個換一行 最後要把它close 所以就是myfile.close 就好了 這樣你的output就會長這樣子 然後read的話就是myfile.read 它就會把裡面的東西 讀出來 所以他現在要做的事情是 myfile等於read read的一個東西 然後read output.txt 然後它是可以讀的 那沒事的話 應該就是 你只要讀的話 就只要傳 傳R就好 那如果你要寫的話 才要傳R加 這樣 這樣你就不會 不小心把檔案弄壞了 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東西印出來 就是print 然後myfile.read 欸 前面這不是read 前面是open 前面這個myfile是一個handle 所以這要用open才能做 那這個handle拿到以後 再是handle去 對它說我要read這樣子 最後一樣要myfile.close 這樣就會把裡面的東西印出來 那因為剛剛印出來就是1-n 然後4-n 所以他看到那個斜線n 它就會自己換行換行 然後就印出這樣的結果 在這邊應該也可以做這個事情 比如說你要是打print1-2 那就印出1-2 那你要是print1-n-2 你就會印出這個換行的1-2 那現在這個要做的是 他說不要一次全部讀 它碰到一個新 就是有一條 有newline的話就要把它暫停一下 那一個newline就是一個寫線n 就跟剛剛一樣 就是myfile的open text 這樣子 or 所以就有一個test.txt 然後它是可以讀的 然後這個test.txt它是長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印出來 所以就是print myfile點 這樣子 所以你這樣 印一次這個東西它就會引出這一行 那你連續呼叫三次它就會把三行都印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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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它要記得要 要記得要關起來 所以要myfile點close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現在這個是要 做這個data的buffer 那這buffer就是我剛才說 你有時候資料會寫到一半 那可能寫在記憶體裡面 那如果在 記憶體就是一個buffer 所以如果資料還在記憶體裡面的話 你就把這個程式結束了 那那個資料可能就會不見 那它就沒有真正寫到硬碟裡 然後這邊它就是要讓你試試看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會不會壞掉 它現在有一個readfile 是open這個檔案 然後它現在又有一個叫做writefile 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是現在 這個檔案是被開啟的 text.txt已經被readfile 是一個handle 那writefile會把它打開一次 所以你現在 在這個handle去寫這個東西 寫進去 那你可以想一下 你這樣寫的話到時候 你沒有把它close 那你要是在readfile.read的 你會把它 會讀到東西嗎 這樣應該是不會才對 這樣應該是不會才對 它說這個writefile要把它關起來 如果直接寫的話應該是會有問題 所以它要你在第九行跟第十三行 去加上這個writefile.close 還有writefile.close 還有writefile.close 所以你要是這邊有close的話 它其實就會把這個buffer 就是這原本寫在buffer裡 那如果它已經close 你已經把它close的話 它就會把它寫到那個 檔案裡面去 那接下來你再去read的話 你就會 才會 read得到 才會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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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讀得到東西 然後這個是 就是 比較特別的用法 叫做with 還有us 所以如果有這個東西 有with 和us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關起來 所以不用自己慢慢寫 所以它現在這個寫法就是with 然後open 這個東西 和us textfile 那原本這個寫法 其實它就好像 textfile 等於open open 然後裡面就是 這一串東西 這樣 那把它導過來寫 就是with 這樣 然後什麼東西 us textfile 這樣的寫法就是 它當這個東西用完的時候 就是離開這個block 那它就會自己把這個 textfile.close 去呼叫它 那你就不用自己再寫一遍 textfile.close 所以它這邊也有講說 你不需要呼叫close 就可以正確執行 然後最後就是 你自己寫 就是寫到一個text.txt 然後要用這個with 寫預法 這就是with 比如說 open 這樣子 然後us 然後它說這個叫myfile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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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會把這個 myfile 剛剛印的東西 就會印到這個text.txt裡面 它就會寫進來 然後最後這邊是要 做一下檢查 就是確定這個東西 真的被 有把它關掉 所以它就說 check這個file 它是不是closed 確定大家 if file是這個嗎 myfile 這就是myfile.closed 然後如果它沒有的話 就是not 如果它是關起來的話 這個都會是true 那如果它是沒有關起來的話 這個會是false 然後它現在要說 你的if如果是 就是你要確保它是關起來的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是 關起來的話 如果已經關起來 那就會是true 但是如果是not true的話 是false true的強法是false 所以如果是 已經關起來的話 就什麼事都不能做 那如果還沒關起來 這個會是false 所以 not false 所以是true 所以 所以 這樣就會執行 如果還沒關起來的話 你要做什麼事 你要再把它關一遍 所以是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就是要點close 所以就是 myfile.close 再把它關起來 這邊 再關一遍 這邊就是這樣再做 然後 第四個就是說 print 把這個東西再印出來 所以就把它print出來 這樣就好 好 所以這樣就 python全破了